各位大家好 我们这堂课呢是Motion的最后一课内容 主要就是讲几个基本功能 这个等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边是鱼儿课堂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二维码 这个呢是我的QQ号 我是张叶 那个第二课的内容呢 很多工程师看了 就是Motion的第二课内容啊 不是有限运 是Motion的第二课内容呢 很多工程师看了 看了之后呢也跟我反映 就是说他们把以前原来做不出来的那些模型啊 拿出来 然后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结果就基本上都完成了 所以大家如果以前接触过Motion 但是没有做出来的 都可以去看一下我的第二课 然后结合我们的第二课的这个内容和你的产品 去试试看是否能够完成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因为Motion我基本上就只按照第二课的方法去做 基本上所有的产品多少都是都是能完成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还是看一下我们这个这个地方啊 就是你鱼儿课堂也可以 然后你可以到土豆视频 搜索关键词张叶家有限远 也可以找到我的相关的这些所有视频 所有视频 你可以 而且你可以干什么呢 就是其实你可以关注我 我的这个 关注我嘛 关注我这个播客 关注我 你到时候我更新的课程都会给你有提示的 好 那这段嘛 反正大家都了解一下 反正每一张PPT我都有 那关于这套事情的课程安排 现在就是说 我今天把这个Motion最后一课讲完 那这个Motion就有四课内容是完整的了啊 完整了之后呢 我会继续把这个Simulation的部分内容进行讲解 比方说散热的线性动力和非线性的问题啊 我都会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因为这些部分呢可能就比较难了 对于很多工程师来说 他可能也用不到 好 可能也用不了 好 那我们还是进入今天的这个最主要的内容 课程要点 主要这么几个东西 第一个 曲线接触 第二个 CM突伦合成 第三个 结构优化 第四个 基于事件的仿真 其实就这四个模型 我分别对大家进行讲解 前两个比较简单 第三个呢 其实有学员分析那个优化 那课读过看过的人呢 这课也不难 关于第四 主要是第四可 基于事件的仿真 那可能很多工程师会比较感兴趣这个功能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第一个内容 叫曲线的接触 我们来看一下 功能一 曲线接触 这个问题呢 它类似于我们有学员分析当中的 2D简化问题 2D简化 就是把一个立体的问题 简化成一个平面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 这是一个放映机的一个这个极轮的 这么一个叫什么 这我有点忘了叫什么 反正这么一个机构啊 这让这个机构一定旋转起来 那这个物体就会跟着一起转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的实际情况 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首先打开找到Motion 这是第五课 第五课 我们这个课件当中 到时候都会在我的视频下面都会说明 我们这是这个模型在哪里 可以下载到 然后是第几课内容都会写的啊 在我土豆的一个视频上面 都说得很清楚 所以你们注意一下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我们首先呢 第一个我们现在肯定是先用 先用三维 我们先做一做啊 那这个模型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可以转 上面这个也是可以转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作为主动轮 这个作为重动轮 让这个物体跟它一起转 我们正常的做法是什么 首先Motion对不对 然后装起来一个马达 比方说转一下 这样都没有问题吧 旋转马达 选择多少呢 每分钟60转好了 那每秒钟转一下 一圈了 好 打勾 好 我现在放到10秒钟的时间啊 这些都是一些最基本的 好 我现在呢 这个马达我已经设置好了 接下来再做一个什么 设置一个接触 让这两个实体接触上 它和它 对不对 好 选择呢 什么呢 金属的啊 钢 摩擦先关掉 好 我们现在开始运行一下 这个时候你发现 我运行到这地方有什么问题啊 干涉的问题 这个我在之前的课程 我都 没有点错了 我在之前的课程都说不到 对于这种接触问题 发生收敛不了的情况怎么办 我们在运动算力属性里面 有很多选择方式 一种 是把这个帧数改大一点 比方说改成100帧 我们来试试看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100帧呢 稍微效果好了一点 但是也不行 它还是算不过去 那我们再往下走 我已经强调过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精确接触 我们用它 肯定就不会有问题了 你可以看到 所以精确接触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东西啊 它虽然说计算速度慢 但是算这个东西不是任何 都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好 好 我停下来了 OK 我其实转个4秒就够了啊 我不要那么多 那我现在 给大家播放一下 这就是我 这会儿刚刚做好的一个 一个突轮机构 那个这么一个轮 这么一个从动轮 跟主动轮的 这么一个旋转的 这么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呢 这个模型你会发现 其实 其实它就是什么呢 这个以这几个面 就是以这个切面 切下来的话 是这几个面 就其实就是以这么一组面 为代表的一个拉伸 这么一个厚度 然后进行一个旋转 旋转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假设这是一个平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做成这么一个平面 让这个平面上的这些边线 作为这个边 就是作为这些边 然后进行一个旋转的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我们推到最头上 首先 看着啊 在这个当中 我们在做接触的时候 我们可以定义什么呢 有一个叫做曲线接触 看到了吗 这就是曲线接触 首先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是这个 这个面的这条线 对不对 这条线跟什么 这个红色 这个黑色的这整圈接触 我看一下啊 是不是首先是这个圆面的 最外一圈 跟这个面的 最外面整圈进行一个接触 同样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 跟这个外面整圈进行接触 对不对 好 那我所以这个时候注意了 我怎么去设置这个接触 看着啊 首先点着曲线 这是一个 我们点中它 但是注意 我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想点整圈 比方说这条线 我可以点 在如果在点第二条线的时候 注意了 它只能选择一条线 正常的选择方式 在这地方 如果正常的 用左键去选择 它只能选择一条线 我选择不到第二条线 所以这个时候注意 不用这个功能 下面有一个是 曲线选择工具 Selection Manager 我们把它点开 把它点开之后 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 你随便选择一条线 你会发现它会有这么一个曲线 这么一个图标 这图标什么意思 就是你点一下它 沿着这条线 相切的一圈 都会给你选中 这个时候你点一下它 好 这个时候这就是一个曲线组 这个时候你打勾 这个曲线组就会在这个地方被选中 所以你要选择一个组 你闭合组看到了吗 你要选择一个组 你必须这样的方式去选择 必须这样的方式去选择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来看 这个地方有两个箭头 不管是蓝的也好 粉的也好 它都有一个这个箭头向外向外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这两个物体的接触方向 我们这两 这个边线的哪一面是和别人接触的 总不至于是这个里面吧 这个里面不接触 所以这个是外边界和它接触 因为线的两边 它现在不是一个平面了 里面哪个方向是朝外 哪个方向是朝内 它是不知道的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选择朝外的方向 那这个蓝色的线是不是朝外的 朝外的 这个红色的也是朝外 那说明这一组对了 那对了之后呢 我们选择一下材料 好 摩擦关掉 好 打勾 好 这是一组 好 保存 好 我把刚才的那个忘了 我们把实体的要删除掉 把实体的删除掉 好 旋转马达还是保留着 然后同样的 我还是要继续接触 对不对 首先选择它吧 选择曲线 好 选择它 首先选择它 方向朝外 没错 第二条你选择selection manager 然后选择这条边线 点一下这个位置 好 整组选中 打勾 多选了一个 这怎么回事 好 打勾 好 这个时候你发现了 这个箭头 它是方向不错了 朝里的 这不对吧 它应该是这个外面的这个方向和它接触 所以你把方向要反一反 点这个 左键在这地方进行 在这个地方 是向外这个方向 这个曲线2B和组织的地方 左键点一下 把它点出来 方向改一改 好 这个跟我们 SoloOS很多操作一样 然后我们就接下来把这两个都给它改一改 好 确定 这个时候再接下来干嘛呢 保存一下 然后按照我之前说法 我设置了两组接触 我先算一算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OK 那现在它转起来 看到没有 这时候转起来之后有问题 看到了吗 怎么会这样 好 我们停下来 这个时候 第一下转的时候没有问题 我放慢一点播放 第一下转的时候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你看 它在晃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一个事儿是怎么呢 看着 还有一组接触 我们没有设置 是这个面 跟这个面之间 它也有接触 就是这四条弧线 跟这个东西也是有个接触的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也定一个接触 选择曲线接触 首先是这个面吧 这个面朝外 没错 跟它什么 跟这组线啊 我又有select manage 反正我就把整组都选中好了 如果你要选择四根线分开选 一次选一个你也可以 你一次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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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四次接触设置也可以 那我这样子四组反正全部一次性全选中了 这样子我也比较方便 我也比较方便啊 同样 我们把这地方材料打开 用gongsteel 好 在这个时候我再次计算 好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我们这样就可以开始计算 看一下这结果怎么样 你看啊 哎 这时候它就接触上了 而且非常好 它就很容易的就这么转过来 就这么转过来 好 这就是它的第一个 我们做这个 介绍的第一个功能 就是用曲线代替整个体的一个接触 它的特点就在于什么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从侧面看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拉伸的一定厚度的 它所有的接触从这个地方 沿它厚度这个方向的这个垂直切铺 铺切面切下去的任何一个位置 它们的接触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功能 可以用这个功能 这个大家去体会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个功能当中 我们在实际当中 其实应用的 我个人觉得一般般并不是非常广泛 应用的并不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呢 这颗功能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事情要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接触力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做完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结果 可以读取什么呢 力 可以读取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接触力 接触力选择什么呢 扶植 然后选择哪一个 比方说是这哪一对接触呢 是这对吧 OK 我选这对接触 你打勾你会发现一件事 这个事情其实我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有简单讲到过 你会发现 它们的大致形状呢 基本一致 那我这地方精度可能不一样 这地方多出一个尖角 但是基本上这个地方有一个 都有一个小尖角 还有这地方有一个非常高的尖角 这个尖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个其实我在之前的第二还是第三课当中 有跟大家介绍到过这件事情 你看这些模型当中除掉这个最尖的地方 其他位置基本上很类似 如果我的阶段精度再高一点的话 它几乎会在一致 尤其是这个尖角的高度 全部都在大概五六百的 六百多的这个高度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尖角 这个很简单 这个其实就是比方我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在进入 就是这个黄色的圈圈 它在转动过程当中 它会进入这个地方 进入的过程当中 我不管它速度多少慢或者多少快 它必然有个敲击的过程 这就像我们 比如说 我就是有一个瞬间碰撞的过程 这个碰撞的过程 在我们motion当中 或者运动仿真当中 都是很难求解的 别的软件也一样 这个位置 这个瞬间碰撞的这个值呢 求解不是很准 那这个值会不会 它不会影响到我们这整体传动 你比如说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齿轮 我齿轮我的 假设我输入扭矩 比方说是一千牛米 或者多少多少的力 但是我在碰撞的瞬间 这个力会瞬间达到很高 它就会瞬间达到很高 但是它会影响到我们的 这个传动状态 传动的状态吗 不会影响 这个时候虽然瞬间力很高 但是这个瞬间的力 并不会影响到 我这个扭矩的 那个马达扭矩 我不会因为说 我这瞬间力很高 我这个马 这个时候我的马达力矩 突然就要增加到 两千三千 或者四千 才能把这个设备带着动 不影响的 这个时候 这个物体在瞬间碰撞的过程之后 由于惯性 它会往前走 所以这个东西对马达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工程师也要注意一下 在我们计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在我们那个运动仿真过程当中 经常会碰到的 就是瞬间冲击的问题 这个只不需要特别关注 不需要特别关注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做机械产品设计的时候 也很少去关注这个一个瞬间碰撞的过程 这就是第一个功能 就是 那个 2D接触 就是曲线接触 这么一个功能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关键 第二个功能呢 就比较 有很多工程师就比较感兴趣了 开始 就是CM突螺合成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有点类似于逆向生成一个兔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功能是什么 我们不保存 我们打开 第 接下来一课 第六课 这课有一个兔轮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是 我们有这么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呢 这个原始的形状 还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根据有一个 我们现在已知的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突轮的雏形 还没有 还没有生成啊 突轮不都有一个基准源 里面有个基准源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啊 我们看一下PPT 我们呢 现在呢 只有这么一个初始的原型 然后我们知道了什么东西呢 这个顶针 就是这个蓝色的针 在这个转动的过程当中 上下移动的这么一个位置 就是他在这个 比方说转动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有一个位置 多少量 多少量 他知道的 那这个突轮转一圈呢 是三秒钟 三秒钟转一圈 那他的这个位置变化呢 是这么多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要通过 这两个东西的一个变化 我们把这个突轮的轮廓 就是利用跟踪路径的功能 把这个路径给画出来 也就是最终画出这么一条东西 这个是我们Motion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 或者说是运动仿真当中 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新建一个运动专利 选择Motion 这个时候 首先我们要对这个物体 我们有一个什么呢 线性马达的功能 我们要注意 重新选一下 选择这个线性马达这个面 这个面呢 它有一个什么呢 那个数据点 这个数据点在什么地方 首先看着 我们数据点的功能 稍微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有这个 这个点的一个位移曲线 就是这些数据点 我要把这个数据点导出来 我们选中找到数据点 然后找到什么呢 找到数据点之后 把这地方改成 这是位移 制变量是时间 然后我们点输入数据 好 我们找到第六课底下 有个CM input 看到没有 我们打开 那这个数据点就进来了 对不对 这数据点方向反了 方向反了 我们等一下 重新把它调整一下 我们试试看 好 这个时候我们打勾 我们试试看 计算一下 方向好像反了 不对 不是这个方向 我们应该把这个马达 方向转一转 再打勾 计算 好 这就对了 好 我们选择三秒钟 这个数据点 它就三秒钟 我再试一下 看啊 好 然后再接下来做什么呢 再接下来做什么 再接下来是不是 这个物体要转起来 这个物体要转出来 这个物体大概是 三秒钟转一圈 所以我们要设置一个什么呢 旋转马达 这个旋转马达是多少呢 旋转马达是 等数也可以嘛 三秒钟一圈的话 那一分钟二十圈 打勾 好 OK 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计算 这两个东西 好了 这时候这两个都好了 但是接下来 这个时候 这两个东西都按照我们的轨迹运动了 也就是说这个转一圈 如果这是一个突轮的话 这个东西转一圈是不是就这样 那现在呢我就要通过这个顶针 把这个顶针做一支笔 把我这个东西给轨迹给画出来 首先我们来看这里 我们首先选择什么呢 结果 选择什么呢 路位移和速度加速度 底下有一个跟踪路径功能 点开 好 然后选择这个点 这个时候你发现 我有点不对啊 你看这根线 看着啊 我计算 它画了 是画出来了 跟刚才 跟刚才有点不一样 它画出来 原来它是没有 如果我没有这个跟踪路径 是没有这个黑色的线 但是它现在有了 但是这个线不对啊 是一条直线 不是这个圆 是为什么呢 这个现在的路径 仅仅是沿着这根蓝色的 这支这个顶针来做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这个顶针 它相对于这个面 它有一个远旋转的运动轨迹 打勾 这个时候注意了 重新计算一下 选择之后 怎么样选啊 编辑定义 首先选择这个点 这下有了 首先选择这个点 这个点相对于这个旋转的面 它除了上下运动之外 它还要进行一个 圆周方向的旋转 这就是一个相对运动的概念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注意了 这个时候你显示出来 你可以看到 它还是这根线 虽然你进编辑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重新算一下就有了 重新算一下就有了 好 那这根线就有了 这根线有了之后 接下来做什么工作 接下来我要生成这个 生成这个图轮嘛 怎么做这个生成这个图轮 那这个时候看着啊 怎么把这根线右键选择 在结果图解当中 右键选择 从跟中路径生成曲线 你可以在参考 零件中生成路径取权 你可以在新的零件当中生成 我首先打开这个零件 我现在这个零件 没有任何东西的 就这么两个特征 一个拉伸 一个切除 一个拉伸 一个切除 好 关掉 保存一下吧 好 我们重新算一下啊 看到啊 不用算 这个时候我右键选择什么呢 从在参考零件当中 参考零件是不是塌了 是不是塌了 在参考零件当中生成 好 这个时候我再打开这个零件 哎 你就可以看到 有这么一条曲线了 有这么一条曲线了 但是这条曲线呢 你先保存一下 它呢不能干嘛呢 特征 图台拉伸是拉伸不了的 这根线你是选不到的 这根曲线呢 是一个 你可以看到 是这么一个点的 这么一个曲线文件 所以呢 你在做的时候呢 要对这个点进行 一个什么操作呢 转换一个实体引用 对这个线产生转换 哎 哦 草图绘制还没有点进去啊 等一下 首先选择这个 首先选择这个front 这个平面进行草图绘制 然后对这个进行一个转换实体引用 把它引用出来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行一个 图台拉伸了 好 然后还有一个引用 没完成 忘了 把这个转换实体引用 还有一个 还有这个 这根线要引用一下 打勾 好 这个时候你再进行一个图台拉伸 拉伸呢 形成到 形成到一面 你可以形成到这个面 好 然后方向二 你也是形成到一面 好 这个方法反正很多 你都打勾就行了 打勾 好 这个时候你图轮就出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图轮 我们保存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逆向的问题啊 我们很多产品 很多莫名 很多有路径轨迹 我们可以通过实验 通过实验得到的 我们都可以这样逆向生成出来 其实这种方式 有时候还蛮简单的 有时候蛮简单 我比方说 我在建三维模型的时候 我比方 比方说我 那个 我们有了一个 就从别的那地方 别的公司或者厂家 得到了这么一个产品 就得到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我只知道 这个东西在工作点 就是上升 下降 移动的工作点 那这个时候 我不是要建三维模型吗 我建三维模型 其实用Motion这个功能 就很好 就可以建出来 很快就可以建出来 你把那个数据点输进来 就可以了 它会帮你建的 它会帮你建好的 就这么一个产品就出来了 这么一个产品就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功能 就是突轮 突轮一个 逆向的一个生成过程 CM突轮合成 就是这么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 大家自己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 对我们实际工作当中 有帮助的 这个我感觉很多工程师 工程师都说 蛮好用的 有几个用到的工程师 都觉得这个蛮好用的 那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功能三 功能三 结构优化 结构优化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功能呢 肯定是对大家来说 帮助最大的 帮助最大的功能之一了 那就是对这个结构 机械结构进行一个优化 那我以这个产品为例 这是一个 医用堂椅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医用堂椅啊 那我们是这么一个堂椅 这么一个装置 这个装置 由于这个 后头这地方有个马达呢 可以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装置 升高降低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在保证 这个结构成本 这个结构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得到什么呢 那当然是一个 马达上升的这个力 越轻越好了 是不是这个 这个地方 马达所施加的力越小越好 那输出功率越小越好 这个也在我们机械运动当中 也是经常经常碰到的问题 多感联动机构 或者说他的这个运动范围 运动空间越大越好 等等都是都是可以的 啊 啊 然后或者就运动轨迹 达到一定的要求 那我们都可以通过 优化的方式去实现啊 优化的方式去实现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产品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产品 进行优化之前呢 肯定是要对他 进行一个设计啊 最初的一个设计 这考察堂椅的升降过程 优化结构 在一定运动轨迹的状态下呢 使这个马达理论的输出满足最小 马达理论输出满足最小 定义优化分析的这个最佳选择方案 最佳选择方案 这个例子呢 我们做看过有些人 那个优化那个培训的啊 就是方法是一样的 我等一下我把这个模型 这个PGT打开啊 优化 就是如果看到我们这个优化分析 其实功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稍微略有不同而已 就是优化是什么东西呢 优化分析是由三个变量组成的 而三个参数所组成 变量约束跟优化目标 那我们这次分析的目标 就是称为优化准则 那在我们这次Motion的这个当中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马达达到最小的一个输出状态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这地方还有两个范围 一个叫做变量 一个叫做约束 什么是变量啊 我们这次这个分析的变量 就是这些很多各种感的长度 各种感的长度 包括这些角度 都有可能成为变量 在我们的设计当中 各种各种尺寸都是变量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变量 基本变量 那什么是我们的这个约束呢 什么是约束 这个约束跟我们常说的 什么固定啊 这个不同 他所说的约束是定义一个状态变量 就是硬力脑度的合理变化范围 那我们这次的约束是什么呢 是在满足这个 这个电子的高度升降 达到一定的要求的情况下 满足一定要求的情况下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达到的要求是多少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最低必须 就是这个最低这个结构最低必须向到0.375 最低必须降到0.375 最高必须升到0.6 在满足这个的条件下 我们去改变这个结构的尺寸 让它达到满足 达到这个叫做这个马达的这个输出力啊 达到最小 这就是我们的要求 这个很简单啊 这个东西再想不通 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个梯子 任何一个梯升降梯总有一个工作范围吧 比方说我要工作的空间可能是1米到2米之间 那我这个梯子必须多少呢 我找的梯子肯定最低能够降到1米以下 最高肯定要升到2米以上吧 否则的话我够不到2米的东西 或者我达不到1米以下的1米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就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 这就这么一个基本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 我们首先在做分析呢 首先你要知道 好 我们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要设置一下 就是这个12 我现在你打开模型之后 它是不能动的 是被锁死的 所以这个12这个配合呢 你要把它压缩掉 看着啊 如果你把12这个配合压缩掉 它就能动了 就能动了 这就是一个升降过程 那然后你把这个12给压缩掉 而解压出来 它就回复到原始位置 它就回复到原始位置 我们这种还有传感器 我把传感器给删掉 等一会再说 这个你们的操作打开是没有的 不用管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12这是一个关键 这个东西啊 这种这个12这个位置 就是在我们很多时候 做设计的时候 非常就是在做我们 这个三位装配的时候 也很有意思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你 你这个设置呢 其实这是这个模型的一个最初原始设置 我们经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当这个设置不做的时候啊 我们随便动这个模型 会把这个模型给动掉 脱离它的原始位置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它直接解压一下 它就会回复到原始状态 那你再接下来再把它压缩掉 它又可以开始运动了 按照这某种状态 所以这个像这种配合呢 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记忆功能 尤其是在做Motion运动仿针的时候 为了防止它脱离原始状态 这些配合可以作为原始功能 把它进行一个限定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地方 要讲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配合的问题 我的配合除了在这地方可以压缩 我也可以干嘛呢 跑到Motion里面去压缩 我重新新建一个 重新新建一个装配体 新建一个运动算力 这个时候呢我们用Motion打开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2这个配合 这个是配合对不对 我呢现在呢 要把它进行一个什么呢 等一会我们要进行一个压缩 但是我压缩的时间是多少呢 我们压缩的时间多少呢 我让它在0.1秒之后没有掉 也就是说0.1秒之前它还在了 那这个时候相应的马达我们也可以设定 这个马达在0.1秒的时候不工作 因为如果马达的地方有一个升降的工作 那这个地方又配合 那运动不了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看着啊 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马达 这个马达是一个线性的马达 是这样子把它推上去的 对不对 这个推上去的范围呢 是相对于这个坐标系 这个这个零件的一个坐标系的方向 选择什么呢 线段啊 选择线段 首先这个线段多少呢 首先位移 对不对 时间秒 在它在0到0.1秒的时候是不工作的 不工作的 从0.1秒到2.1秒的时候 移动的是0.13米 0.13米 然后当它到2.1秒到4.1秒的时候呢 它又回到0米的位置 这个我想应该很简单 大家都应该可以输入进来了 那这个时候点击我们打勾 我们进行一个运算 好 它报错了 它在0.1秒之后报错 为什么 因为0.1秒之后 这现在我所计算的时间是0.1秒嘛 现在是在0.1秒的位置 那它为什么报错 很简单 因为我现在这两个之间还是配合的 那这个东西怎么移得上去 我要motion要移动 我必须 其实我在动画状态当中 它是可以动的 只是运动仿真呢 我要按照我的规矩来而已 那这个时候很简单 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把这个地方 把配合12这个功能把它压缩掉 但是压缩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0.1秒的时候 打勾 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动了 我们计算一下 看到了吗 它就这样子一个上升 然后再下降 我这地方要设置一个多少呢 4.1秒的时间 好了 关掉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调到4.1秒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整个过程看一下 它就这么一个上升 一个下降的过程 对不对 好 那在这个上升 下降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得到哪些东西 首先位移 我前面说了 首先我们有一个位移是什么呢 这个Y方向高度 这个升降 这个就跟升降 踢的道理一样 相对于这个下面的这个坐标 我的这个位移量是多少 它是从 我们只到4.1秒 这个等一下重新算一下 从0.3到0.7左右 有没有看到 也就是说 这个的高度升降 从最低0.3的位置 升到最高0.7的位置 那它的范围就0.3到0.7 那我刚才所说的范围是多少 0.375到0.6 0.375到0.6 这个地方呢 我稍微画一下 跟大家说一下 很多人总会把这个问题给搞错了 这种千万要搞清楚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我的要求是什么呢 我的要求 有点崩溃 刚才呢 我看一下 刚才刚才的PPT呢 崩溃了 我给它换一个 我们换 我换了一个版本 可能我16版的PPT没有破解的很好 那我来看一下 那个 我们这边呢 看着啊 这个 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刚才 我说过我们的这个 最高范围跟标准 按照要求是0.375 哦不 这是0点 这里是0.76啊 这个最高值是0.6 和0.375 这是标准值 这是标准的 这是标准的 然后呢我们是多少呢 我们现在的要求是多少呢 我现在呢 我已经做好了 是 我这次设计的是0.7到0.3吧 那我现在要问大家的是 我们满足要求吗 我满足这个 这个在这个范围之内工作的要求吗 满足的啊 也就是说 我现在我设计优化的目标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所工作的范围必须包含我这个最低最基本的要求 我必须 哎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我 比方说我接下来我如果设计一个产品是这个 位置在这地方呢 是0.4 这个就是不合格产品了 因为为什么我0.375这个范围我少不到了 我少不到了 我就一定要降到0.375以下才行啊 所以这个时候注意 这个我们现在的一范围要求呢 是合格的 是合格的 但是这个范围 比我们的这个真实要求只要大得太多了啊 大得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如何去优化这个结构 让他这个他满足什么呢 满足在0.375到0.6之间的一个工作范围 同时还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让这个马达力嘛 对不对 不知我们选择哪个马达呀 这个马达吧 这个马达力的结果最小 哎这个结果有点不测很对啊 我现在这计算结果有点不对啊 重新算一下 来看一下啊 哎这马达结果有点不测很对 我是不是选错了 福祉马达2 星星马达没错啊 哎 不知选择 星星马达2 打勾 不好意思 我忘记添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 就是引力 这个结构本身有一个引力 这很重要 引力一定要添加啊 那我再重新算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完成了之后呢 那不管添不添加引力 这个图解是不会错的啊 就是从0.3到0.7之间 然后这个呢 马达力呢 显示图解 哎大概这样 现在他的最高值是2111这么大一个值啊 这么高一个值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结构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呢 改变这些里面的一些基本尺寸 让这个马达力距呢 降 马达力降下来 那这个时候呢 就跟我们运动 那个有些人分析的优化一样 首先呢 我要在运动算力1里面选择 生成新的设计算力 好 这个时候就会跳出我刚才PPE当中所说的什么 哎 我刚才PPE当中所说的这个 优化这颗当中 看一下啊 这个里面当中的这个目标 变量和约束 这么三个东西 那么首先 我们先设置目标 这个时候要注意件事情 我们要设置这个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马达最小 对不对 点击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我们点马达之后 他会给你一个提示叫做添加传感器 有没有看到 添加传感器的方法有很多种 最常见的方式 包括我等下后头的课程当中也要说到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要监控这个 监控这个马达力 这个F2显示图件 我要监控这个的最大值 现在是2111 所以我怎么做呢 在这里面右键选择添加传感器 在这个三维这个设计数当中 添加传感器 你点一个重建 没有关系的 这个时候添加的数据是什么呢 当然是Motion的数据了 选择什么 是不是当前的这个运动算力1啊 是不是运动算力1 是不是这个运动算力 对吧 然后这个当中的图解是哪一个 图解4吧 马达力 我要选择整个马达运动过程当中的最大值 我是监控这个马达的最大 我这个传感器监控的就是最大值 把这个提醒打勾去掉 打勾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当前的值是2110.88083 是不是就是这个图解的最大值 那我把名字改一改 这个名字改的时候注意双击 不要双击啊 双击是点不起来 改不了名字的 要怎么点呢 先点一下 然后隔的时间比较长点 再点一下 就是简单来说也是双击 就是双击之间的间隔有点长 选择什么呢 马达最大力 我这个传感器是控制马达最大力的 然后同样的 我还要一个马达控制什么呀 还要用传感器控制监控什么呀 监控这个位移的最高点 就是图解三的最高点跟最低点呀 还是Motion 选择运动算力一 选择图解三 这个图解三的最大值提醒也够掉 关掉 选择这个时候选择 我点一下它 再点一下它 选择Y方向 最大 这是我第二个传感器 第三个传感器同样是它 选择什么呢 Motion 运动算力一 选择图解三 好 模型的是吗 最小值吧 这个时候是最小值嘛 对不对 也就是关掉 选择 点一下 再点一下 选择Y方向 最小 好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三个值 传感器提取了三个值 分别是0.35 0.735 和02110.88 2110.88 多少 所以这个时候 我把这三个传感器已经添加好了 我要控制的就是这三个传感器 那这个时候呢 看着啊 然后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就要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我首先呢 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不是马达最大力啊 那马达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力 要达到一个什么 最小值 这是我优化的目标 我要这个马达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马达的输出功率最小 最小 但是同样的 我还有两个控制的约束 约束是Y方向 最小值必须多少 最小值是必须多少 必须是小于 刚才说了啊 小于是0.375 这些数值是一个设计量 而设计量这个都是书上他们做好的 那Y最大值必须大于多少 大于0.6 我只要满足这两个 这两个尺寸就可以了 这就是 就是我要约束的这么几个东西 我设计的这个条件就是这些东西 那我设计的这个条件就相当于我经常 就是我们的设计目标嘛 设计目标跟设计这个规范 规范这个范围就在这地方了 包括我的以后的这个机械臂抓取也一样 我机械臂必须抓取多少公斤到多少公斤范围之内的东西 然后这个运动范围是多少到多少 这些都是都是规矩了 这些就是做好的 然后接下来我要干什么呢 去优化 优化这个当中的几个关键尺寸 让它达到这个要求 那这个时候呢 点开 这个时候我们看 我先取消掉 这个时候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啊 注意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呢 如果是做 大家可以对这个模型进行好好的学习的 工具里面 工具里面找到那个 方程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这个里面有很多全局变量 其实这个物体 这个模型 它是一个参数化建好的模型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型 也可以去学习 简单学习一下参数法 我在 simulation当中就已经讲过 我们要做优化的一个大前提 就是这个模型 必须建成一个比较好的参数化模型 那我这些尺寸 其实已经都已经参数化了 在整体变量里面 比方说这个 有一个是 它吧 我第一个优化的变量是它 确定 没好没好 添加参数还要继续 整体变量 选择打到第二参数 高度 这几个参数 大家不要问是为什么要选这几个 这几个参数 那是因为课件都已经设置好的 那实际当中 那你自己根据自己的设置需要 去选择这些参数啊 没做好 没做好 整体变量 选择 这个 这地方没有设置好 这个我要删掉啊 整体变量 选择 这个 它 然后接下来还是整体变量 注意 往下走 一定要注意 这是要换行的啊 不要在这个行上面再继续进行选择 到时候就链接就链接错了啊 选择它 好 然后再选择第三个 再点一下就可以了 那选择这个 还有一个活塞间隙 Pistol Office Offset 好 选择它 OK 好了 那这样子三个变量就都有了 那之后我点确定 确定完之后呢 把这两个三个变量呢 添加变量导进来 那我就有三个了啊 这个就是我三个要变性型一个 那个 要修改的量 三个要修改的变量就在这里 就是模型的三个必要尺寸 这三个尺寸的改变呢 会让这个整个模型尺寸发生改变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后头有 这个地方我没有一个选择 选择什么呢 代不长的范围和离散值 还有范围这么三种 代不长的范围什么意思啊 我简单说一下 比方说 我现在0.25 0.75 然后间距是0.25 那是什么意思 那我就是代不长的范围 就是我这个尺寸 我只用三个 是0.25 0.5和0.75 因为不长0.25嘛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那我如果优化 大家肯定都知道 我优化出来 那就是 这地方有三个变量 下面这个0.1 不长0.1 那就0.1 0.2到0.3 这个也一样 0.25 0.5和0.75 那有三乘三乘三 总共27种组合 那最后优化出来的情况呢 是这是27种组合当中最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呢 不这么做 我们要优化出 在这个范围当中最好的 那我们要用什么做呢 范围去做 这个是一个算法 这个是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 你点着算为 它会在这个当中 这是这个 这个当中进行计算 通过它的算法 找出这个当中 三个组合当中最优的解 而不是27种组合 它是从这个当中 比方说它会找到 可能是0 这个值是0.4多少 这个值可能是0.1多少 这个值可能是多少多少 那我们来呢 重新设计一下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有要求 没有那么夸张的大范围 就是说这个剪刀差的长度 是从多少范围到多少范围呢 我们看一下 是从0.4到0.6 没有那么宽的范围 那它的高度是从多少呢 高度从0.15到0.3 好 那这个活塞的间距呢 是从0.5到0.7 好 它就从这个当中 找出这三个尺寸的最合理值 导致这个马达力矩最小嘛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运算 我们这个反正要等待一下 它要算很多结果的 它要算完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优化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我们优化完成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总共有这么多 从迭代1到迭代13 这么多个结果 当中有红色灰色和绿色的 我们首先看红色是什么 红色是指 哎 某一个变护 这个约束条件不符合要求 比方说 Y方向的最小值 我必须小于0.375 但是它只有0.43了 这个0.43无几 好 所以这些红色的是代表 如果用这些尺寸 那是不合格的 那剩下的呢 就是合格的 就是灰色的 就比方说5啊 6啊 这些都是合格的 那从这些合格的当中呢 它会找出一个最优解 从这些合格当中最优解 最优解是什么 就是从这些合格当中 它进行做对比 比方说这个迭代4是 这么大的这个马达力 这个是铁代5 这么大的马达力 迭代6这么大的马达力 迭代7这样的 那它从这个当中找出一个 进行这些进行优化 找出一个最优解 可以看到啊 哎 你看 它从这些当中 这些当中进行一个计算 算出一个最优解 最优解是多少 最优解就是 哎 比方说这个长度是0.400几 这个值是0.22几 这个是0.699几 这么一个值 然后最终算出来的这个马达力 最大马达力多少呢 是1470.37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时候我点一下它 先首先点一下它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尺寸就会跟着它一起变动到这个状态下 你可以直接用它出工程图或者干嘛都可以 当然了 这个尺寸有点 有点看上去有点很不好 我们实际加工之后加工不出来 那你这个东西可以改成多少 这个是0.4吗 这个0.23吗 这个0.7吗 不就完了吗 把这尺寸进行一个近时优化的选择 然后最速出的马达力 你实在不行 你可以再算一算 实在不行再算一算 那最终优化好之后 你就把这个图就可以得出来进行一个设计 进行一个工程图 包括后面的加工了 那你可以看到当前只是从2100到了1400多 将近百分之三十吧 百分之三十有了 就价降量有将近百分之三十吧 所以说这个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实际设计的过程当中 对这个产品的一个控制 然后你还可以控制一下 这个如果你觉得马达力锯不是最关心的 可能是质量最关心的 因为成本嘛 那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这方面成本上面的控制 等等等等 都是可以去做的 这就是优化的一个最基本功能介绍 那其他呢 这个我相信大家反正根据这个思路 慢慢的展开一点点自己的去学习 问题都应该不大吧 应该不大 因为Motion这个东西 我个人还是同样的观点 蛮简单的 蛮简单的 不难 那最后一个是功能四 叫做基于事件的仿真 什么是基于事件的仿真呢 这个尤其是在我们 这个简单来说 对于设备来说我们这个传感器上面用的比较多 就是我们的设备如果是用传感器的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注意了 比如说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抓取的时候 不是控制时间的 而是控制一个相对位置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盘 这个盘当它转过30度的时候 这个物体才就动了 那它转过20度的时候 这个物体它不动的 那这个时候跟时间控制是那是不行了 时间控制不行了 那我只能通过什么呢 在实际设计当中 那我通过传感器控制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模型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用这个动画来给大家讲解 打开 我们找到第11颗 就这么一个装置 这装置很简单 就是它这个地方 如果它掉下来 是掉的是红色的 那这个物体要把它 就是要这个针头 要把它推到这个位置 如果它掉下来的是黄色的 那它要把这个针头 推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明白了 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功能 那这个时候 我们推到这个位置之后 那当然就是 那它黄色的推到这个位置之后 那当然就塌动了 如果是红色的推到这个位置 就塌动了 那对于它来说 我们在现实当中 要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选择 那我们实际当中 可以通过重量 或者等等等等的进行选择 都可以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我们实际 为了得到这个功能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先看一下 最基本的一个动画 我放慢一点 放慢一点 这个东西下来 我这个东西 把它推到这里 然后这个东西推 当它这个东西过来 黄的 那它就推到这里 它就往这里走 如果是黄的 然后往这边走 推过去 往这边走 如果是红的 它就往这边走 这就是一个筛选机构 如果说我要用空过时间来控制这个的话 我如果有八个 十个 甚至二十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黄的 红的这个的选择 那我到时候 我在控制的时候 是不是要 第一下 红的掉下来 推过去 推这么多 然后马达再继续控制 当它是黄的 我再推这么多 也就是说 它要推几个 我要设置这个马达设置多少个动作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 我这个模型 我只做了几个动作呢 就基本上就做了两组动作 就是当是红色的掉下来 我就推它 当是蓝色 黄色的掉下来 我就推 我就推到 推到这个位置 推到这个位置 当红色的掉下来呢 我就推到这个位置 这样的这个工作 我们是怎么去实现的 我而不是说 我以后有十个二十个 我同样都只要做这么多就够了 我不用再往上做了 我只要做一组 它之后面 会慢慢的进行筛选 那我怎么去做到这个功能呢 就是基于事件的仿真 基于事件的仿真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功能呢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功能啊 就是物料分离机构 添加 我只要添加三个次服马达 控制筛选机构 添加两个传感器 分别针对两种物体 设置接触 并施加引力 装载 让它进行不同的这个物体 装载到不同的箱子里去 如果我按照正常的选举 如果说这四个马达 如果按照正常的方式 正常的方式去去筛选 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是这个马达 比方说这是马达一的设置 我是不是要给它控制 比方说 这个时候我要推 比方说推这个长度是70毫米 我要推到70毫米 然后两秒钟之后呢 再把它收回来 然后再推出去变成120毫米 5.30毫米 然后再收回来 再推130毫米 再推70毫米 当我这个黄色黄色不断的增多 或者顺序不断的改变 我这些马达都要动来动去 对不对 这个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实路走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电脑自动分别筛选这个物体 就是让它知道 如果是红色的掉下来 它就这个东西就走 100 5.60 70毫米 如果是黄色的掉下来 它就走130毫米 不管你有多少个掉下来 这个马达都是这样走的 而同样的 如果说是这个红色的马达 走走 红色的快快出来了 那肯定是这个马达动 那如果是黄色的快快出来了 那肯定是这个马达动 我只要设置这么一组东西 不管它有多少个快快 只要是红色跟黄色的 它一定可以做到 就是不短多少个 它一定都能够自动的筛选 我们要实现的就是这个功能 那我们怎么做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新建一个运动算力 选择motion 这个当中 首先你首先第一个事情 这个玩意儿四个要先掉下来 别的不用去管 慢慢来 一步步来 首先是添加什么呢 接触 我比方说 我接触这四个物体掉下来 使用接触队 是不是要跟它碰到 对不对 那然后这个物体要推它 是不是要跟它碰到 好 然后选择合金刚 合金刚 把摩擦关掉先 打勾 好 我现在来试试看 它是不是能掉下来 它是不是能掉下来 现在不能掉 还有什么东西要做 做一个引力 打勾 这时候它就掉下来了 但是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因为 我这四个块块之间 还得设置 接触 一二三四 要不然它是四个块块 不是接触 不是堆到一起去了 选择摩擦 关掉 好 摩擦关掉 选择 选择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接触一下 好 这个物体是不是就这样下来了 下来了之后呢 注意了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就是这个马达 这个马达要推这个物体 但是推是怎么推呢 注意了 首先呢 设置一个线性的马达 是不是对它 好 这个马达呢 注意 什么都不要设置 选择四辅马达 设复马达 然后控制的是位移 控制的是位移 等一会儿 好了 你就到这步就完了 四辅马达的功能是什么 大家应该做电 做电机或者做产品的 都应该多少都知道一点啊 同样的 我一样选择它 选择四辅马达 点错了 选择四辅马达 选择位移 好 第二个 那还有第三个 这三个都是四辅马达啊 马达 选择线性的 没说是好啊 选择这个面 好 这个时候选择四辅马达 同样是位移 好 打勾 好 这三个马达选择好了 接下来 再接下来干嘛呢 接下来很简单 就是要控制 当这个物体 这个红色的物体掉落下来 到这个面上的时候 到这个面上的时候 当红色的物体到这个面上的时候 要干嘛呢 我们要推动它 当黄色的这个物体掉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推动它 但是推动的微区别在哪里呢 距离的长短不一样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 首先要让系统 或者电脑 能够分辨这两个传感 这两个物体 怎么做 添加一个传感器 好 给大家看一下 选择什么呢 选择 接近 看着啊 当这个物体 当这个 这个面 这里下有两个黄色的东西 你可以假设 想成是传感器 当什么呢 这两个红色的东西 接近于这个物体 这是传感器12个毫米 这个传感器就会发生反应 至于什么反应 我们等会再说 同样的 这个是 编辑定义下 重新取名一下传感器 一样 两次机动 红块 红色的块块 好 两次双机 再添加一个传感器 两个嘛 对不对 选择接近 同样的是这个 还是这样 对不对 选择黄色的块块 两个 相差12 好 提醒要把它关掉 就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 红块 同样啊 双机 靠 就是 坚持比较大的一个双机 黄色 好 当这个红色快快 靠近的时候 红色快快 靠近它 接近12个毫米的时候 这个 电机动 黄色快快 靠近12毫米的时候 这个电机也动 但是动的长度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传感器的这个控制 我们可以让这个电机满足这个要求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 接下来我们的基本设置就已经好了 好 我保存一下 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开始做我们桌的这个筛选问题了 怎么控制这个数码塔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右边这地方有一个有一个叫做基于事件的运动图景点开 首先我们这个时候要干嘛呢 好 我们看啊 这个怎么 拖不开 好 这个可以拖开 我们这个是反正就这样 拖开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选择第一件事 怎么没有啊 单击此处 我们首先添加第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叫什么呢 那个 推 红色 推出 是不是 红色推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现在出发 我要让这个红色 这个马达 接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情 当这个红色掉下来的时候 因为第一个是红色嘛 掉下来的时候 接近它的时候 它要把这个红色的块块推出 啊 那这个时候的触发器是什么呢 触发器 都不是不是时间 不是任务 是什么呢 这个红色块块的这个触发器 就是当它接近12毫米的时候 这个电机马达要开始工作了 这个伺服马达要开始工作了 对不对 刚才我设置的是不是这个 那条件是什么 那条件是什么 提醒打开 啊 那时间呢 你可以延缓 0.1秒 0.1秒或者不延缓 我这个时候 因为我是设置了12个毫米的 所以我稍微延缓一下 延缓一下 让它完全碰到了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做 干嘛呢 特征是干嘛呢 让这个线性马达是哪一个 马达4吧 我点一下 哎 马达4确定 这个操作干嘛 那当然是开始更改了 接下来要这个数字 要开始运动了 是多少呢 75个毫米 持续时间多少呢 持续时间1秒钟 好 然后这个马达工作的 这个曲线情况呢 选择斜拨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电机推动的一个曲线嘛 这个我们在之前都讲过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来定行一个计算 看看会不会出现 我说的这件事情 当 还是 还是重新我再看一遍啊 这个名称叫做红色推出 就是我当前这个任务 叫做红色推出 那触发器 是红块的这个传感器 当它接近 这个红块传感器 我刚才设定的是12个毫米 当它接近12个毫米的时候 连迟 当它接近达到12个毫米之后 0.1秒的火延缓之后 这个线性马达 开始往外推走75个毫米 这个动作持续一秒钟 我们来试试看 你可以看到 它就出去了 就把它推出去了 没错吧 好 OK 好 OK 我们不用再往下了 好 那说明这个第一个动作完成了 第一个动作完成了 第一个动作完成了之后 再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 当这个东西把它推出去之后 它要做什么事情 首先这个东西要把它推过去 我如果是红色的块块 我是要放在这个里面的 那当然了 就是它要进行一个工作 那在这个之前呢 你发现一件事情没有 我在推的时候呢 这个红色的块块滑得很远了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就是我的接触当中 没有添加摩擦力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添加一个摩擦力 对我们这次计算有帮助 要不然没有摩擦力 它惯性就往前跑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再重新计算一下 看一下会不会跑 有了摩擦力之后计算就慢了 很明显就比刚才慢了很多 好 OK OK 它推到这里 好 75 看一下长度对不对 还要再等一等 好 慢了很多 好 它推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再做的工作 就是它收回去 它推出来 好 那接下来这两个动作怎么做 看着啊 添加这个事件 这个任务呢 是什么呢 马达 叫做马达 收回 但是是什么颜色的呢 红 我标记一下 就是推红色的这个 是否马达要收回去 那这个时间是有什么出发 发生完成的呢 出现的呢 只如这个任务 推出的这个任务 如果一旦完成了 这个任务一旦75毫米完成了 它就发生任务结束了之后 也就是说出发器是什么 红色推出的这个任务完成了之后 条件是任务结束 就是这个任务完成了之后呢 干什么呢 这个线性马达四啊 要往回走更改 往回走75毫米 这是毫米吧 对 那时间是多少呢 时间是 0.2秒 就很快就回去了 好 那同样的呢 也用这个斜波 同时呢 还有一个什么任务呢 就是黄色筛选 红色筛选 筛选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红色筛选 是什么 就是这个马达要开始动了 同样的是什么任务啊 是当这个任务 同样是这个任务 红色推出了之后 是不是也是红色推出了 推到这个位置 然后它在动嘛 任务推出了之后 线性马达是几啊 我们看一下啊 马达六开始工作 OK 确定 线性马达六开始更改 更改给它多少呢 给它50个毫米的一个移动 然后多少呢 是0.6秒内完成 0.6秒完成 好 然后这个时候也是用斜波 那这个时候还有 接下来还有个任务是什么 红色 马达回收 红色筛选 这个红色筛选的马达 这个红色筛选的马达推出去之后 我是不是还是要收回来 那这个时候选择什么呢 也是任务吧 红色筛选一旦完成了之后 任务任务任务结束之后 马达五还是六 马达六 这个马达确定要往回走更改 往回走 负50个毫米 时间是多少呢 时间是0.1秒 好 选择 好 这一组任务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能不能实现 现在 好 首先这个马达开始推它 大家看 推出去了 推出来之后 这个黄 这个这个红色的马达开始 这个筛选可以开始工作了 把这个红色推过去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注意看到了没有 我忘记设置了什么呢 暂停掉 不用再做了 忘记设置了 关闭掉 设置什么呢 接触 好 选择这个时候还有几个接触没有设置的 就是使用接触 对 这个物体 推过去 推红色的马 还有这个红色要到这个楼里面 是不是他们俩 他们俩 好 选择材料 刚刚 把摩擦关掉 好 打勾 同样的 我还有一组接触是什么 这两个黄的 使用接触对 和什么 他 还有他 同样 摩擦关掉 材料选择 钢 好 打勾 那这个时候再进行一个运算 我们看一下整个过程是不是 首先去筛选红的 是不是能如我所愿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这整个过程 好 他现在慢慢的移出来 移出来 差不多移到了 移出来之后 这个马达回去 然后这个马达推出来 把他给推进去 好 ok ok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基本上就这个工作就完成了 推出去 推推推 50个毫米推到 他滚进去 好 他滚进去之后这个马达再收回来 好 一组动作完成 接下来就是黄色的 接下来我们再重新进入到机 在右键啊 这右边的这个界面地方基于世界的仿真 我们接下来选择什么呢 黄色推出 一样的设置方式 选择什么呢 传感器 黄色推出也是因为黄色的块块接近了12个毫米 接近到这个地方12个毫米 延缓0.1秒 然后选择什么呢 motion哪一个 还是马达4吧 对不对 对吧 这个马达4更改 这个时候就不是75了 是多少呢 是130 这他的距离是130 这些纸反正都是 他都给你 他都给你设置好的 那你这个时候因为距离有点长 你把时间条长一点啊 不要相互之间打架就可以 黄色推出是不是130 然后这个时候要首先多少 嗯 马达回收 收回 黄色的 这个时候是黄色的马达收回吧 那是什么事情啊 选择黄色任务 黄色推出这个任务完成之后 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结束之后 这个马达4 是马达4嘛 选择更改 负130 那这个时间是多少呢 因为是也是比较长 所以我们选择0.3秒 对吧 然后选择这个斜拨 后头这个全部都用斜拨 一般马达这个都是斜拨为主啊 然后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那个红这个是多少红色三选的开始工作 那我们这个是黄色三选的 好 推出了之后回收对不对 推出了这个黄的推到130这个位置开始回收 这个这个之后这个马达收回来 那这个没有问题 关键是这里了 这里是不是 这个开始工作 所以也是这个任务 选择黄色推出这个任务完成了之后 选择这个马达 这个马达是马达5 确定 这个马达开始更改 50 好 那选择多少呢 选择刚才是0.6秒 这个也用0.6秒 一样的 OK 然后黄色筛选 把它推过来之后 最后一步操作是什么 最后一步操作是马达 回收 黄色筛选 就是黄色筛选的这个马达 我要回收回来 回收的任务也是一样 黄色筛选的任务完成 那这个完成结束了之后 选择这个马达5 这个马达 对不对 马达5确定 选择更改 更改多少 负5 选择0.1秒 中完成 选择斜拨 这些都是一些 基本操作的内容 就是操作起来 比较麻烦 那我现在呢 把这整个过程 全部从头计算一遍 我们来看一下 这整个过程 那大概时间是需要 5秒钟太短了一点 可能要6秒 6秒 我们计算一下 那我们看着啊 这计算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就会有蓝色的这个东西出来 这个就是它每个时刻 这个马达在动的过程当中 由于我那个传感器监控或者任务监控 它每个时刻什么哪个马达在动 它都会显示出来 好 就是相当于这一刻 它在做任务 这个马达是它在工作 马达5 6啊 都不动了 好 当它到了之后 你可以看到马达6开始工作 这一段有了 马达5呢收回去了 好 把它推过去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这个这个马达也要开始动了 看到了吗 这个马达也开始工作 把它推出来 要开始推它 这个走掉 好 这时候刚刚好 它对过去的时候 不会碰到它 这些设计都是这个产品 在我们之前设计都设计好的啊 这个所以你不用操心 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碰到的 如果按照我这个数据设置 这肯定不能碰到 不会碰到的 好 当这个时候黄色的出来了 130 那这个马达就收回去 然后这个马达推出 然后接下来这个黄色跟红色一样 当它动的时候 它又会 又会开始工作 就又开始工作 你这个样 这样子设置之后 它的优势在于哪里 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 我现在我不管 上头有多少个 源源不断的来 有多少个 我只要是红的跟黄的 我只要这么两组动作 它都能 无限组都能筛选完成 多少组都能筛选完成 啊 并不需要像我们说 那个一个个马达一点点去设置 这个功能在我们很多自动化产品线上 肯定是用得到的 肯定是用得到的 好 同样的 在红色的又进一步筛选 最后一点点没算完啊 时间不够了 哎 最后一点没算完吗 我只算到六秒钟啊 它好像突然间停下来了 我们重新来试一下啊 好 这样就好了 刚才我设置的时候 因为这个计算时间没有设置 对啊 你把它设置到七秒钟 时间稍微快一点吧 你就可以看到 它这样子就可以做出来 如果你 你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在这个上头再加一个 那个反正做一个 阵列或者做一个镜像 你再加一个红色的 比方说 那个再加一个红色的 你可以试试看 只要在传感器当中 在传感器当中 你只要 比方说你编辑传感器的时候 你现在是两个嘛 如果有三个 你再放一个 有四个 你再放一个就可以了 你只要在传感器当中控制一下 这边就可以了 然后接触设置一下就完了 肯定是多少个他都能选得出来的 不需要你反反复复 重复去设置 这个就是基于事件的仿真 那这课结束之后呢 我的整个Motion的课程呢 就全部都结束掉了 Motion还是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 其实除了功能之外的操作 还有除了第二课的一些东西之外 其他真没什么东西可以讲的 就只有操作了 它跟有些人不一样 像我们很多很多工程师都 就是我们专业的工程师都一致认为 其实运动仿真 对于大多数机械工程师来说 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稍微学一学就能学会的 就能学会的 并不像想象当中那么难 所以我在第二课当中已经把 就是Motion的第二课当中 已经把运动仿真最核心 最难的部分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 连最基本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就大家来说 应该说是不会分享的 这个不应该分享的这个经验介绍 方法介绍 我已经都已经全部给大家介绍完了 所以Motion应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这些基本功能 反正大家去看一看 我相信应该就能够解决大多数的产品问题了吧 而且这个Motion当中还包含了一个什么呢 动画 动画其实跟Motion是一起的 我在第三课的时候 就是那个Motion和Simulation联合仿真的时候 也讲过动画怎么做了 各种各种问题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 那我这个Motion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 今天的内容呢 可能比较多 大家看的时候呢 分开来可以分段看 好